内湖区公所在23号上午举行了102年度 年前大扫除记国家清洁周的适施活动 辖区内39里里领长还有环保义工以及民间团体共同响应 试验在农历年前清洁周边的环境 迎接清新快乐的农历新年 102年度内湖区农历年前大扫除记国家清洁周适施活动 23号上午在新湖国小举行 来自内湖区39个邻里的环保义工 还有民间团体上千人共同响应 试验在农历年前打扫周边环境 迎接干净清新的农历年 这个过年前能够依照我们中国人 我们台湾人的习俗 能够好好把家庭环境互进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让我们过个好年 也展现一下我们内湖区移居城市的魅力 今年内湖区首度实施大型垃圾清运采取预约制 凡是各次分区清洁队接获民众致电 就会提供道府清收垃圾的服务 内湖清洁队今年举行垃圾不落地 所以我们也配合我们环保志工全面在宣导 就是大型家具直接联络清洁队 由他们派车子直接就运走 不像以往都设几个垃圾点 这是今年做最大的尝试 接着内湖区安湖里游树望里长带领大家进行宣誓 号召居民针对住家周边50公尺的环境进行清扫 也提醒居民清洁美观的环境 需要大家的共同参与 来维护内湖区的好山好水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